好了,这条影片想讲一讲关于Anchor Protocol 现在的情况和一些更新 和未来的收息政策 究竟会不会继续收19.5%呢? 好了,我们首先就看看 Yield Reserve就是它的派息储备基金 其实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 基本上它的储备已经一直急跌了 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存款进去收19.5%的利息 而在Anchor Protocol借钱的人其实又不是太多 所以引致它基本上在2月份的时候 LFG,即是LUNA Foundation Guard 基本上就要注资 注资了450个M的美元 进入Yield Reserve 它怎么注资呢?就是销毁LUNA 注资了USD,将USD返入这个储备基金 继续让它稳定的派息 好了,我们看看由2月17日 你见到直线飙升上去 就是注资了 注资完之后 其实到现在差不多过多月过去 到今天3月24日 基本上你见到派息的储备基金 都是继续直线 即不是直线 其实是急速下降的 以现在的速度 其实大家预测到再过多4个月之后 这一笔新的注资的钱 又会再次来到派息 所以大家看看另一幅图 这幅图连接近一点 由2月20日到3月20日 你见到其实跌得都挺急的 那究竟如何处置呢? 是否由得它呢? 那不是的 其实Anchor Protocol 这幅图连接近的社群图连接近的收息政策 是怎样呢? 就是动态收息了 大家听到动态两个字都有一点敏感 不过它这个动态收息 我觉得都是挺可取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怎样动态法了 好 基本上我们来到它那个提案 提案的人就有少少的详细 聚述了 究竟应该怎样动态收息法 太长我不在details说 不过讲重点就是 它会根据那个Yield Reserve 我们讲的Yield Reserve的改变 而来到去断定 派息究竟加还是减 譬如我们看回这幅图 你看到Yield Reserve是一直跌的 它现在的新的提案 就是希望用每一个月来比较 譬如今个月比起上个月 如果Yield Reserve的储备 是跌了10%的话 根据它的方法 应该就是要10%减3% 就是会有7%那个调节 就是会减派息减7% 意味着由19.5%减7厘 就变了12厘 但是由于你 一直都是很想稳定地 派息给别人的 你突然减7厘或者5-6厘 其实是很大的 变幅 所以 亦都希望为了稳定 这些用户 不希望有那么多资金 突然流走 因为你那么多资金突然流走 其实USD的需求 不是会降低 USD的需求降低 如果你销唯USD 其实就会 铸造更加多的Lunar 铸造更加多的Lunar 意味着市场的 Circulating Lunar的Circulating 数量就会多了 多了的时候 其实它的币价 就会受压了 好了 为了稳定 它这个 收息的政策 其实它就做了adjustment 就是 无论变化是多大也好 我们每一个月 那个收息 的息口 只会改变最多 1.5厘 即是什么意思呢 套用刚才说的例子 就是说 今个月比上个月 如果Yield Reserve 储备基金 是相差10% 少了10% 那10% 就减3% 即是原本就要剪7% 但是由于想限制的幅度 限制到每个月 只可以变化1.5% 所以现在就决定 会减1.5% 即是由19.5 减1.5 就变了18% 好如此类推 如果再到下一个月的时候 它再用那个储备基金的变化 来到去改动 比如在下个月 它的储备基金可能再比起 今个月少20% 就要计算这个方法 你不是20减3 即是17 但17由于大过1.5 所以它也是要剪1.5 相反倒转 如果你的Yield Reserve 储备基金向上升 比如升了5% 5%减3 即是2% 就不是的 就是maximum 加多1.5% 我相信这个方法 短期内可以缓减 Yield Reserve 即是用的速度 但是你说长远 会不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那就要拭目以待了 不过我想起码短期内 它可以减低 那个用 这个Yield Reserve的速度 那我们来到Anchor Protocol 这个版面 我们去Govern 这个Tape 我们看看 究竟 Pass了的 这些 提案 这个就叫做Dynamic Earn Wait 基本上就已经Pass了 在3月24号 就是今天 Utc的时间 Pass了 接下来即将 就会执行 除了这个变化之外 最近还有另一个变化 就是已经是在执行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Liquid Staking Avalanche 就是 SAVAX 就已经直接 可以在Anchor Protocol 这里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Borrow这个版面看 以往你会看到 只有Lunar 和Ether 是可以做抵押品的 那现在基本上 Avalanche的 Liquid Staking的Avalanche 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抵押品 从而你抵押Avalanche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借钱出来 加上它有一个改动的 就是 Anchor已经不再 只是 Terra链上可以access到 而是Avalanche那条链 即是EVM comparable的那条链 你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用 Metamask 来到去 Connect Anchor Protocol 很简单 基本上我们去到版面 在Connect Wallet 旁边有个Terra的字 我们按下去 你要见到Avalanche 继续 那这个版面就已经变了 会是一个 红色背景的版面 那这个版面 基本上你Connect Wallet 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不再 Connect 这个Terra Wallet 是Connect Metamask 那我这里一按 Connect Metamask 基本上就会是 Sign 我那个Avalanche 那条链 就Sign 进来 然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 Deposit 我这个叫做 S Avalanche 即是Liquid Staking的Avalanche 那有些人会说 这个S Avalanche 在哪里可以得到 基本上就去到Benchy Benchy这个就是Avalanche 链上其中一个 DeFi Protocol 做到Liquid Staking 好了 基本上Connect Wallet Connect Metamask 接着连接Avalanche 那条链 如果你的钱包里面 已经是买了Avalanche 的话 它也能够得到 譬如你本身有的 就够得到100 它就将你这100粒 转了做S Avalanche S Avalanche 其实就是Liquid version 的一个Avalanche 其实你在赚的 都是赚一些 Staking Reward 这些Staking Reward 暂时可以赚到 7.2%左右 而基本上如果你 平时你做Staking Avalanche 做了Staking 其实你要Unstake的时候 它可能都需要十几天 或者有一些是一天 但是如果你想 转了 你已经转了做S Avalanche 的时候 你想立即 再兑换 做USDC 这些 Unstake的动作 可以吗 基本上可以在其他 AMM 例如 TraderDoll 你可以立即将你的 S Avalanche 即是Liquid Staking 的Avalanche Version 立即变回 Stable Coin 也可以 所以 你省却了中间 Unstaking 的一个 period 变成你这个 Liquid version 的Staking 的代币 就很好用了 有了 S Avalanche 之后 基本上它就可以 来Anchor Protocol 直接用 Metamask Connect Avalanche 那条链 接着 基本上就可以 按Provide 就Provide 你手上 的银包 有的S AVAX Provide完之后 用户就可以在这里 按Borrow 来借钱 借出来的钱 就是借 UST 这里记住 其实借钱的利息 就是11.6厘的 这一刻 给的利息 就是用UST 因为你借 UST 就给了利息 UST 但同一时间 其实它有一个 Distribution APR 它就会 给你Anchor的代币 8.8厘 所以你 一来 一往 基本上 你的NAT 借款利息 就是2.8厘 不过记住这里 你给的利息 是在付UST 但它给你的代币 就是给Anchor的代币 Anchor的代币 有机会有升有跌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风险 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 存款了来做抵押品 亦都是有机会 被爆仓 或者是借平仓 因为你借得多 而同一时间 如果 Avalanche的币价 向下跌的时候 去到一个 Liquidation threshold 我们所说的 爆仓的水平 你就会有机会 摆到的代币价 便会被用收 当然你借了出来的 USC 又继续你自己持有 这个 这一向所有的 Landing protocol 借贷的平台 都有的一个风险 就是Liquidation 的一个风险 好了 其实有了这个 S Avalanche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 Anchor protocol 现在都是往一个 叫做multi-chain的 一个 运作 来进行 你见到 现在有Avalanche 其实 稍后就会有 B Atom 即是 博通Cosmo 那条链 另外 还有 Liquid Stick Solana 亦都想打通Solana 那条链 变上 它就 Going multi-chain 变上 希望 在不同链上 吸纳 不同的资金 他们可以 在这里做 Stick 然后希望 吸引 那些用户 来 借款 但究竟 这一样 是不是 真的可以 实现到 大家拭目以待 不过 我的看法 既然Luna 和Beat 放得在 基本上 都是大多数人 存款 收到19.5%的利息 而不是有那么多人 来借款 很明显 在借款上 出了一些问题 可能是借款 那个条件 不够吸引 所以有些人 就会说 就算你Going multi-chain 你去到Avalanche 去到Cosmo 又好 或者再去 Maselana 也好 其实你 都是打 通多一些 渠道 给人方便 去存钱 收你 这19.5%的利息 多过 会有吸引 更加多的用户 来借钱 我觉得这件事 都可能成立 但究竟 之后会怎样 真的要 拭目以待 所以有些人说 根本上 Going multi-chain 其实是 会令到 你的Yield Reserve 用得更加快 用完 这么快 玩完 那你到时 是不是又要再 注资呢 还是 你到时 真是可以 基于刚才所说的 一个叫做 动态 收息的方法 可以解决到 这个问题 我觉得动态 收息的方法 长远未必解决到的问题 但是会不会完全归零呢 未必会归零的 因为我之前做了一条片 都关于 究竟Anchor Protocol 它的收入和支出 是怎样运作的 最悲惨的 如果Yield Reserve 完全都是零 其实它还能不能运作 那答案是可以的 只不过它 派息 就未必 派到那么多 未必派到19.5 这样 其实这个dynamic rate 都有少少 趋向于 那个方案的 做法 如果你想了解 更加多 资讯 你可以看回右上角 那条片 我又说到 Anchor Protocol 收入和支出的 细节 我们说 Anchor Protocol 会是走向 多链的一个操作 其实呢 现在已经是在Solana上面 都可以做到类似 收到 19或者20% 那个利息 其实都是利用 Anchor Protocol 运作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 来到这个叫Soluna 这个版面 你连接你Terra Wallet 连接你Phantom Wallet Solana那条链的wallet 基本上你就可以 将你 在Terra 链上有的 USD Deposit 然后呢 你就会收到 在Solana条链上 收到 Sol 的USD 基本上 你连接了钱包之后 你就可以 Detect到Terra 有多少USD 一按 Connect Wallet 明了之后 你就会明到 Sol USD 基本上这个Sol USD 就收到 大概20%的利息 利用Anchor Protocol 如果你收完 Sol USD 之后 你已经在 Solana条链上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来到这个版面 你可以做个 Staking Stake Sol USD 你就可以 Total 取得到 35%的 Return 我们看看这个 Breakdown 35% 当中有20% 其实就是 这个Sol USD Sol USD 就等于 你在Terra 链上 Deposit USD 接着你收到 AUST 一样 AUST 一路会累积 收紧 19.5%的利息 而这个Sol USD 基本上 都是利用Anchor Protocol 其实你就会收到 20%的利息 在额外 在Solana的平台上 它会有其他平台 币 给你 就是SLNA 会有 15%左右 所以 你这样做 基本上就可以 增加到收到 35%的利息 另外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利用 Sol USD Solana上面 其实你还有一个平台 叫做 Saber 你可以去到 做一个LP 做什么LP 就是USD 和Sol USD 的配合 这些配合 给你的 利息 是21% 我们看一看 算一算 基本上 你手头上有100粒USD 如果你有50粒 就转了 Sol USD 你收到 19.5% 就是 9.75% 另外 你手头上用完 50粒之后 还有50粒USD 在手 将这50和50Sol USD 配合 做这个LP 即是价值100元 价值100元收到22% 即是你收22元 这两个加起来 就去到31% 即是32% 当然一比较之下 你做这个LP 就32% 左右 但你做在这里 Mint 做Stack 你已经收到35 或者36% 有两个方法 可以增加 你 USD 的收益 不过这个就不是 发生在 Terra链上 就发生在 Solana链上 的一个新的操作 所以有些人会问 既然都是你收到 Anchor的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 又要 关注Terra Wallet 又要关注 Solana 那条chain Wallet 例如 Phantom Wallet 从而 去做 Sol USD 其实刚才就是 那个答案 就是因为 你可以从 19.5% 提高到 差不多32% 到35% 的 的 有些人就会问 我怎样 从我的 Terra链上 有的 USD 去到 Solana 上面的 USD 其实我们就要 用到 一些 这些 所谓的 就是从 不同链当中 做一些跨链 就是将 资产做跨链 我们很简单 来到 Warmhole 这个 Bridge 基本上 你就 减 Terra 然后你想 由Terra 送去 Solana 那条链 然后 connect Terra 钱包 和Solana 的钱包 之后 选择 你想 Send USD 由Terra 去Solana 基本上 在一分钟内 你就可以 将你的USD 经过 Warmhole 这条 桥 将 资产 送到 Solana 那里 你就可以在 Saber 提供 Warmhole USD 的资产 又或者 如果你想 简单直接 就可以在 这里 Stake 你那个 Sol 的USD 就不需要 刚才做 这些跨链的动作 不过多一个 额外资讯 给大家知道 怎样 可以bridge 你的assets 由Terra 去到 Solana 刚才说过 Terra USD 不断 透过Anchor Protocode 就走向多年的一个世界 我其实周围 不同的DeFi 项目越来越 见到 USD的应用 可想言之 除了Anchor Protocode 它扩大了 USD的 很多之外 其实在不同的链当中 也都慢慢增加 USD的 的 其实背后 代表着 什么呢 你USD的 的 增大 其实同一时间 就是 Mint 一元的USD 就要销毁一元的Luna 所以当USD的 增大的时候 你需要销毁的Luna 代币 就会 多了 Luna的代币 销毁多了 流通量少了 币价就继续 可以有支持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最近Luna的币价 记得这么稳定的 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 很innovative的 solution 基本上在东南亚国家 已经开始发生的 有个在马来西亚的project 应该 它基本上是帮商家 可以去收 cryptocurrency 收什么呢 收USD 或者收 Solana 的 Stablecoin USDC 它的做法很简单 它就好像 你这里见 它就好像 一部卡机 那样 基本上这部卡机 就可以给 一些人来 去付钱 手机的时候 付 USD 好了 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商家 基本上 收完钱之后 的USD 其实背后 这个Service Provider 就会把 这些款项 立即放在 Ncard 收息 收19.5% 你这个商家 多好呢 基本上你每一天的 现金流收完 就自动 帮你收 收 19.5% 的利息 其实就是 加了 19.5% 可以这么说 又或者 这个商家基本上将每日的现金流 就可以再增值 所以你 我都见到越来越多不同的真实 环境上 关于USD的应用 或者关于 Crypto的应用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未来还会说 一些online shop 比如一些shopify 亦都可以 进行这些solution 就是给一些商户 去收 Crypto currency 收USD 然后直接把USD 绑在 Anker Protocol 收紧 高息 这是一个 对商家言 是一个很棒的solution 另外一样想 highlight 关于Anker Protocol 就是 关于Anker 和USD的LP 有很多人最近发现 前几天开始 以往可能收 100多厘的LP 的reward 现在为什么突然 剩下10多厘的 我们来到Astropod 这个LP pool 来看看 究竟 APR的breakdown 是什么 你看到 Pool的APR 是有2.2% 然后Astro 就会有些reward 去到 15%左右 加起来 其实就已经 去到17-18% 你会看到中间 Anker的reward 其实已经是没有的 以往是很高的 所以 导致到 现在 你无论 在Anker Protocol 做的LP 也好 或者来到Astropod 做这个LP 也好 甚至乎 Spectrum Protocol 做过Auto Compact 这一队的交易 Anker 和USD 它的reward 都已经跌了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Anker 的Pool 基本上它已经 没有再派reward 给这些LP 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其实 它就一早 基本上都已经说了 在它的 white paper 基本上 它都说了 头一年 它的 Token Supply 基本上 第一年 其实Anker 已经出生了一年 第一年 其实基本上 它还是Anker的LP incentive 它有50个 Milk的token 是会 reward 给这些LP 但是第二年开始 现在我们踏入第二年 第二年开始 基本上 Anker的LP 就不会再有 这些 Anker reward 相反 反而 反而 如果在那里借钱 因为它当然想更多人 在那里借钱 继续在那里 Borrow的话 基本上都依然 会有这个Anker reward 接受的emission 另外还有 如果你手上 持有LUNA 你正在做staking 也有staking reward 继续 也会有的 在year 2的时候 这样 这个就是近期 Anker 发生的 一连串的 改动 以及 未来的 息口的走向 这样 如果你对于 加密币的新资讯 或者一些 赚钱的机会 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也有个社群的 我保持着 基本上很频密地 会有update 一些新的赚钱机会 或者新的资讯 在这个群组里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是 subscribe的 我会把铃铛放在下面 comment里 你可以reflect 我会把铃铛放在下面 我会把铃铛放在下面 我会把铃铛放在下面